HELLO 我是JUM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超級大的外星人基地 看到我手上這個東西沒有這個基地這邊拿到了 他的造型好像是什麼不知道什麼東西啊 試射一下 怪怪 我剛才看到這子彈是用飄的 現在看又沒有 好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們先要看後面那個 這個外星人的大基地OK 我先把這手上那個丟掉 耶 為什麼身上又有這個剛才不是拿別的嗎 他是單點發的 算了不管他 我們去看一下這個基地好了 這個基地要從這個下面上去啊 這也太遠了吧 這個是類似像浮板的那個嗎 我那個水好大 我這不跳還真的爬不上去 好上來上來 OK我覺得我可能要開車啦 你看 上面有 不止一台也有兩台飛碟喔 我們坐這個飛碟車上去好了 星際碼頭 哈哈 一坐上去就發光了耶 可以開 開燈嗎 沒有 OK 我們就直接上去吧這好亮喔 喔 連上去都有困難 這是每一個平台都一台車啦 OK這邊有一 一台超大的飛碟在我的正上方 是可以上去嗎 看起來就是一張 超大的模組啊我覺得 這個蛋是幹嘛用的 下面還有這個什麼類似 發光的什麼東西啊 看起來就是一個無敵的模組 感覺要被吸收了 我們去上面看一下好了 這上個去嗎這看起來有點困難耶 不行啦 不用走的好了 爬上去感覺很吃力 邊跳邊跑 我上來了 這裡有什麼 電腦螢幕 EMP裝置 哇這好壯觀喔 這樣看下去 超大的飛碟啦 OK這裡沒有什麼東西 我看一下這個平台有什麼 就長這樣喔 哇一片汪洋啊 就掉下去了 好我們去另外一邊看一下喔 這個下去應該很好玩 滾下去 好回來了 OK我們開車到 第3層上面去看一下 開車都很很吃力的感覺 差一點飛出去 嗯 哇喔 所以這個飛碟就是停在這裡而已 然後這邊好多星際碼頭 他有刺眼我把他關掉 我這邊有兩顆蛋 這應該只是裝飾用的蛋吧 爬過去看一下 這是 不會吧 這是爬上去的 這爬去哪裡啊 我們上去看一下啊 這好高喔 這是一個天台喔 有衛星在上面 喔 哇 這樣子看真的很大一台 這個上去應該沒有東西了吧 我現在呢要去 最後一個景點 這個景點是幹嘛的 這裡跑過來呢 好像會常常的走道 等一下這個柱子 這個柱子到底是什麼做出來的 他應該是銜接上去的吧 兩條柱子 接在一起的感覺 這樣子變研究可以下次可以自己做了 好快點啊這邊還有什麼 我覺得那個聲音應該是從這個盒子跑出來的 我覺得啦 因為每次看到飛碟都有 看到那個盒子 然後那個盒子附近就有聲音 我可以看看這個view就長這樣 我差點摔下去 好啦 這個模組就要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 分享 按讚喔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